過去八年都沒有 過去八年都沒有 那明年一定保證有 面對市議員的質詢 市長謝國良也快速堅定的提出保證 基隆市參加今年全運會比賽 拿下相當不錯的成績 不過市議員施委政和陳怡 在市議會質詢時也指出 基隆市全運會代表隊 沒有運動防護員隨隊 希望市政府能夠重視 比賽的結果如何 都是為我們基隆這個爭光 代表我們基隆市 都是我們基隆市的驕傲 可是我們看到呢 基隆市的運動員很辛苦 但是很可憐 他呢在現場沒有運動防護員 我們要不要在每一次 全國的競賽裡面 要聘請運動防護員 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去台南去看我們基隆市的代表隊 然後呢 我們基隆市的代表隊 沒有運動防護員 那其實的運動防護員 跟物理治療師跟醫師 他們三個的分別是我們的運動鐵三角 而擔任桌球委員會主委的市議員 曾紀妍則表示 辦理運動項目不僅政府單位要重視 自己也必須出錢出力 而對於代表基隆市參賽的運動員 爭取有防護員隨隊 曾紀妍也非常支持 我們的選手出去比賽真的 那個防護員啊 也要請我們的市府這邊啊 要多加的關照一下 因為真的你如果沒有防護員在旁邊的話 你對這些運動選手來說 他如果下場的時候受到傷害 拉上的時候 他的心理還有他的身體 受到嚴重的阻礙的時候 他可能對他的運動這個項目啊 會造成一些 可能對他的成績啊 有一點傷害 市長謝國良大訊室強調 過去八年都沒有 明年保證一定有 過去八年都沒有 過去八年都沒有 那明年一定保證有 那曾紀妍議員他重視運動員的部分 感謝跟陳怡議員一樣 我們明年開始 不管是運動防護員 或者是醫師 或者是這個物理治療師 我們一定要來提派給 我們的這個全運會的 這個運動員 讓他們這個有更好的一個保障 那這個我想才去弄個幾天嘛 這一定要有的 所以過去我對這個運動不了解 感謝我們曾英紀演藝員跟陳怡議員 對運動單向的努力 跟對於這個你們的運動的琢磨 然後也提醒本府 必須要提供運動防護員 物理治療師跟醫師 聽到市長的保證 市議員都很肯定 而本身是網球國手出身的市議員陳怡也提醒市長 全運會是每兩年舉辦一次 更順便幫大家說明一下運動防護員 物理治療師和醫師對於運動比賽選手有哪些不一樣的支援和功用 防護員就是在選手要上場前他們的貼渣 貼渣跟一些肌內校的貼 然後就是要讓他們在場上就是發揮最大的水準 這是防護員 物理治療師是賽後就是選手比完賽的時候 要讓選手的身體回到一般就是還沒比賽的時候的身體的狀況 這個是物理治療師 那醫師這個狀況就是可能是比較比較差勁的 就是可能是你在場上可能扭到了怎麼樣 或者是需要逢真那才要找到醫師 而市長謝國良快速且堅定的保證過去八年都沒有 明年一定有 也讓議員們見識到謝市長對於基隆市運動 以及代表基隆市參賽選手的重視和照顧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記者吳俊松